唏嘘,当年爆红的吴沫愁为什么消失了? 随着国内娱乐行业的发, 展,现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层出不穷, 而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却实在国内综艺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当初这个节目也是给了许多热爱。 音乐的人一个很好的舞台,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现在依然 还是很火的歌手,就比如说张碧晨,周深等等。 了解中国好声音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吴莫愁这个名字, 他怎么说也是那一季的亚军。 凭借着极其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色, 让很多观众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的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从好声音出来之后, 他也是火了好几年。 但是后来随着好声音收视率下降, 他的事业也陷入了瓶颈, 现, 再几乎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个结果也是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已无莫愁。 独特的外表和嗓音, 想要火起来绝对不是难事, 他爆红的时候也是曾。 经与多位大咖一起上过节目的。 可当年爆红的吴莫愁为什么就这样消失了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种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 因为, 他作为一个歌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 会唱歌但不会写歌, 说实话, 这确实不太好。 毛不易或许没有吴莫愁外表有特色, 演唱技巧也不如。 吴莫愁, 甚至毛不易对乐器都不怎么了解, 可现在毛不易的热度一直 没有下去。 主要原因就是他写出来的歌非常好, 得到了大部分人的任。 可, 而且他的歌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自成一派, 现在娱乐圈也就 毛不易一个人是那种风格。 在看周深, 周深的话, 他这个真的没办法。 比, 他的嗓音实在是太独特了, 而且也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他红也是。 理所当然的, 高晓松老师对周深的评价都非常高。 再回到吴莫愁这边, 怎么说呢? 并不是他想要消失, 而是这个时代淘汰了他, 现实。 就是这么残酷, 这个时代或许很好, 但也可以很坏。 虽然吴莫愁曾经 大火了一段时间, 可奈何他并没有跟上时代, 自己的能力一直没有得。 道提升, 而且观众都是喜新念旧的。 你没有新的东西拿出来, 他们对, 你就会丧失新鲜感, 慢慢地就会被人遗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